歡迎收看我國科拿鐵頻道 今天是末日生存的第80集 這80集要帶大家來認識一下 Android已經改版了 就是我們現在官邦改成1.5.6版本 今天為大家來分析一下 1.5.6版本到底改了些什麼 到底有什麼多大的變化 就在這一集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邊的情報 然後首先我們先看到就是官邦Facebook 他們已經PO了一個 新的一個資訊 就是826號的1.5.6版本 好這邊一開始呢 我會先 我會一邊看文章跟他討論說 最近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他的這個內容改了什麼 好首先就是這邊他寫說 已經更新可以 已經更新內容可以登錄 遊戲了 所以呢你現在已經改版了玩家們 你應該已經看到新的版本了 對今天已經很多玩家跟我講 好跟壞都有 好再來呢 他說那我們在最後的夏季 的週末來認識一下 新的功能和機槍的部分 好這是第1張 然後下面這邊的話你就看到一張圖 這就是現在地堡的 一樓 一樓現在改成這樣 然後原本地下一樓改成 地下二樓了 地下二樓改成地下三樓了 這樣大家應該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就是往下移動 等於說是原本是沒有一樓這個東西的 現在已經改了一個大廳 這大廳我覺得改的還蠻奇怪 這不是地堡嗎 地下碉堡怎麼下面建的這麼的豪華 很像是很科技的地方 就變成像是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 變成像是運輸中心 所以這邊變一個兌換鎖的感覺 好在這個部分就是 突變的地方 可以放大 好大家看一下吧 現在還有椅子可以坐 右邊這邊的話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一下 畫面 這邊就是有一個 類似是一個殭屍 很多的殭屍在那邊櫃 館裡面 可以先把它幹掉 這隻應該是死亡率最高的殭屍 你先來看 這地堡一樓應該 跟我想像不太一樣 對 好在這邊文章寫說 遊戲團隊呢 他們正在調整遊戲的平衡 希望可以達到完美的 架構 然後他們對 A地堡 再次做了新的 更新變化 現在 將會在 三天內進行重置 而不是24小時 大家有看到 三天的意思是說 地堡你開了一次以後要等三天 你才能夠 再繼續 挑戰地堡 所以你一個禮拜只能打兩次 好 等一下這會影響到 後面我們的 遊戲內容 然後我再繼續講 假如你沒有足夠時間完成 你就有 時間可以完成 意思是說 很多玩家可能在地堡攻略 你來不及蒐集材料什麼的 他是覺得說他拉長時間 讓你有三天才可以攻略 好 是沒錯 因為呢 現在已經改成了 你要拿 票券 就是拿 裡面的一個交換票券 總共有三個顏色 綠色橘色跟紅色 這三個票券會隨機在 你所有看到地圖裡面的箱子 我在看到這個影片 簡單來講 這是一樓進來的地方 這是電梯大門 他走進來以後呢 這邊就有一個 箱子可以拿 這是一個販賣機 然後 所有的地堡 像123樓 的垃圾桶 包括垃圾桶 殭屍身上 會隨機掉票券 現在我看紅色的票券 好像是聚肥會掉 可是不一定會掉紅色 他可能掉橘色或紅色 目前我看是這樣啦 然後其他的 殭屍可能都掉綠色跟橘色 譬如肥肥怪跟 毒藝怪還有普通殭屍 然後聚肥好像都是掉紅色票券 現在看起來是 打完一次地堡是 不會拿到所有的紅色票券 目前來講得到的情報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又寫到說 地堡內的房間 殭屍的數量 有增加 也有減少 通道上的殭屍明顯 減少了許多 好 這部分沒有錯 他是減少了通道上的殭屍 可是我跟你們說 原本有些房間沒有鋸肥 也變有了 舉例一個好了 像一樓的 原本地下一樓的 電梯房裡面 原本沒有鋸肥 現在多一隻鋸肥 一樓地堡的 毒氣那個 那條走道上面的 鋸肥不見了 然後機槍座 地堡一樓 第一個機槍座也拆掉了 其實基本上來講架構 看起來是改很多 好像很簡單 我跟你說其實沒有 為什麼呢 我已經看完 國外實況族的影片了 地堡所有打完 你要把所有箱子殺完 包括所有箱子打開完以後 你才拿到 所有票券 而且票券不是說 每一次位置都一樣 有可能是每個 它會有隨機變動 我今天開這個箱子 拿到橘的 可能下一次 這邊可能拿到綠色的 可能下一次又沒有 那這樣來講的話呢 你必須要更多的槍枝 去把 地堡的殭屍都殺光 然後呢 去開所有箱子 票券之後累積起來的數量 還不一定是要你要的 好等一下我講票券要怎麼收集 繼續 講下面 好這邊有寫說 他們在這之後收到許多的消息 說每次更新 遊戲難度就不斷的 往上調整 可是 他們說他們不能夠同意這樣的說法 因為現在AD寶可以說是 他們覺得是 每一個版本中最 容易的 最簡單的 好 大家怎麼覺得 是沒錯變簡單 可是 變成說你要拿到好的武器箱 你必須收集票券 你才能夠拿到好的武器箱 等一下我之後會分享一下箱子密帶有什麼東西 跟大家講一下內容 就是我這邊收到的情報 好 然後這邊就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影片嘛 影片我先把它看完 簡單來講你看喔 他們就是 這個地方就是變成說是瑞幻的地方 你必須把票券輸入這個機器 這機器有三台 綠色橘色跟紅色 然後分別會 拿到箱子 像這個應該是綠色的吧 還是 應該不 這橘色的 橘色的箱子 打開以後就可以拿到東西了 橘色箱子的部分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會拿到什麼好了 可能會拿到軍裝跟小槍 然後綠色的話有可能會拿到就是 小槍啊 鏟子或套裝 之類的 二級的套裝 這是由天界之神藍芯 玩家提供的磁心 對他有留言給我 紅色箱子的話會拿到的是 有可能會是拿到黑色的軍警衣 然後迷彩軍裝 手槍 之類的 武器 輪子 ATV的一些材料 可能還會有步槍之類的啦 主要來講應該是現在是這些物件 然後火神那些拿不拿到不確定 要可能要等 其他玩家給我資訊 不過總之來講 綠橘紅 最好的是紅色箱子 可是紅色箱子的票券不是說 一次打完就一定可以拿得到 就是一定可以瑞換得到 因為他的票券是掉最少的 好 等一下我會有一個 實況主的圖片會 分享給大家 對 好等一下 我們現在再看下面 好這邊呢 他寫到的是說 調整地堡重置時間跟敵人的數量以外 還增加一些新的樓層 然後大廳只要輸入正確的密碼後 任何人可以進入 這邊意思是說 現在啊 一開始的部分 你只要輸入那個密碼 每日的密碼以後 你進到地堡以後一樓是 自由自在可以走 二樓也可以 三樓也可以 你不用再去修電梯了 不用準備再去材料 總之 就是你可以 進出自如 可是呢 你的殭屍可以慢慢殺 可是像巨肥的部分 你要殺他 近戰武器有點危險 你可能要用反復進電梯去刷那個 譬如說他沒發現的狀況下去 頭打他 這是一個方法 之後可能會創攻略啦 看怎麼是 最快的方式可以把地堡所有票券收集完 我會創這個攻略 所以請大家等我 因為我現在的本本是 iOS版本 還在1.5.5版本 沒有辦法去做更新 所以沒有辦法及時的告訴大家 現在裡面遊戲的畫面內容 我只能透過國外實況主的 一些影片 去得到情報 全部統合好後告訴大家 好 簡單就是這樣 然後這邊有寫到說 無論你的裝備 是什麼樣的類型都可以進入大廳 意思是說 你就用空裝也可以走進大廳 沒問題 這邊有寫到 好 然後此外你可以進入地堡的其他樓層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只有符合 設備的玩家才能夠使用 應該他意思應該是說 才能夠使用這些機器吧 像你看這張圖就是黑色的箱子 這個是 紅色的票券換到黑色的箱子 黑色箱子的東西會比較好 可能就會有軍警衣跟一些 比較好的武器都在這裡面 基本上來講就是 你可能這三天不一定拿得到 看運氣啦 如果你運氣好一點說不定 你有可能在一次中拿到 這個 螢幕前有看到玩家的資訊是 他們現在全部打完拿完了 還沒辦法拿紅色的箱子 對 因為他有那個數量 綠色的部分需要的就是 20個票券 黃色箱子要 25個票券 紅色箱子要30個票券 等於說你要在這三層樓中 拿到這些票券以後 你才能夠 去換這些東西 有可能你這次累積不足 票券放在身上 你下一次要 再打一次地堡 累積到你要的那個數量以後 你才能再交換箱子 現在來說就是這樣子了 改成這樣的類型 這邊有寫到就是 中期的箱子 將會很難的取得 就是黑色的箱子 這個 因為你必須要他的 紅色的票券 才能夠銳換 然後呢 你可以從地堡內的箱子 或者是箱子裡面 拿到票券 還有紅色的採集地 就是我們說的 三級採集地 也會有 空頭也會有兌換券 所以呢 你可以在他這遊戲的任何地方 拿到兌換券 然後再回到這地堡來交換 請問一下這到底是誰在操作 這些機器 所以這地堡是科技化嗎 人全部死光光了 只是要玩家一個 還可以在這邊操作 那我今天就可以直接 爬牆過去 把這個箱子的東西 全部拿出來 我幹嘛在操作 這些爛東西呢 都末日了 我不相信你主角的 火神機箱全部掃射 把東西拿光光可以 所以他這根本沒有人操作 還做這個系統 這個其實就有點不太像末日 這個地方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邊電視無線供應 然後你還可以 去拿兌換券 來跟這個機器交流 這個很詭異 這個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改到這個地方就很 很不末日 我個人覺得 一般來說 只要進入了 地堡 你也能獲得獎勵 哈哈 好 也可獲得獎勵 非常好的獎勵 就是你要去拿兌換券 就跟你去貪姆熊 你去貪姆熊 玩很多機器以後 拿到很多票券以後 你可以換你要的東西 是這意思嗎 是嗎 遊戲藏手 然後拿到票券 耶 吉卡囉 然後最後我要換了一個 大熊娃娃 帶回家很開心 好現在改成是這樣的模式 他這邊還寫說 步驟很簡單 好我們來看他 他步驟說有多簡單 找到對換券以後呢 你要尋找 的就是這個交換機器 這個機器呢 把票券給他 你就會拿到你要的箱子了 三個票券換三種箱子 好非常好 真是非常歡樂的湯姆熊世界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現在這邊呢就是機槍的部分 機槍的影片我們先看一下吧 好先把聲音關掉 因為他的聲音還蠻大聲的 現在機槍的部分啊 他前面會 開槍之前會停滯個大概 幾秒鐘才能夠使用 然後使用出來以後呢 他會變紅 就是過熱 過熱的時候你就不能發射 可是你可以看他的時間 過熱以後呢他會大概 3秒 4秒 4秒左右 你才能夠再射 再繼續發射 有沒有 對 所以就是火層機他改了 然後他們說攻擊力改強了 這到時候我再實測一下 好總之呢 這就是機槍的部分調整 是這樣子的 2.0版 好非常好 這邊寫說 他們遊戲的 Team啊 遊戲團隊就是會在 繼續的在 這款遊戲中 討論機槍的 改變 然後現在機槍只要開始 射擊的話呢 機槍會過熱 過頭人將無法射擊 機槍冷卻下來後 時間不會很 很長 然後可以讓他的傷害呢 增加 對大致上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這邊有寫說 這邊有個展示影片 就是這個影片 現在機槍的 延遲射擊 要讓我們開始習慣 新的射擊模式 因為之前是不會有 過熱的狀況 其實機槍來講 我覺得他射速快 可是攻擊很弱 所以如果說是 速度很快的 殭屍衝過來 其實用機槍是蠻危險的 機槍對於 多餘 比如像用普通殭屍很多 然後走很慢的 很適合用 可是像打泰坦那些啊 打傷人啊 應該對他們講沒有什麼殺傷力 因為我去實測過沒有殺傷力 好目前來講是這樣 可是不知道他現在改強以後 對泰坦他們是不是 射擊上就有殺傷力了 因為我覺得他之前的攻擊力太弱了 弱到我覺得這把火神機槍沒有到很厲害 散彈槍跟那個狙擊槍說攻擊是攻擊有70跟50還是還比較適用 然後AK射速也夠快攻擊也不錯 像我都覺得比機槍還好用 這邊寫到說 用火神機槍要找到一個好的位置 然後不要貼身戰鬥 和機槍一起奮鬥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這邊有講說 他要來為大家 說一下未來會有更新的內容 之前有收到一些建議說 可不可以在箱子上面做記號 以免忘了裡面是什麼東西 就是有玩家跟他們說 箱子太多 都長得一樣 可不可以用別的方式去分辨 然後我原本想到是說他可不讓我們輸入說上面是寫什麼 比如說 是什麼東西 我們就是在外面用英文注明 可是他現在想的方式是說要用顏色去區分 所以他們之後的箱子顏色應該是可以自己 我們可以自己去調整顏色 然後可能就食物 比如說黃色的 黃色的箱子都放食物 綠色的方式 你可以自己去調整 大致上就這樣子了 就不要讓其他玩家知道你的 箱子密碼 不然未來開放的時候 你的箱子就是會被人家發現 大致上就這樣子 因為以前是驚喜箱 現在變成說 他要用顏色去區分 未來箱子的分類 你可以自己去調整 你要什麼顏色 再來這邊的話寫到 準備好看一些新的 預覽的圖片了嗎 這是無線電塔的草稿 喔 這是這個Radio的塔 電塔 他現在這樣子感覺上 好奇怪喔 這邊是殭屍嗎 可是殭屍為什麼不抓這個人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人 這邊還有一個人在外面 好 看起來呢 他是在吸引殭屍的注意 然後這個人在這裡 所以這邊一個團隊的感覺 這應該是我們現在主角色的角色 可是這個 衣服顏色沒看過 看起來火把可以吸引 殭屍的注意 好總之呢 這就是無線電塔 之後可能會有這個狀況 說不定我們未來開放主隊以後呢 你就可以有個玩家幫你吸引殭屍 然後你在這邊開無線電塔幹嘛的 這我不確定 可是他這是草稿而已 他是不是說 這是 他們最早開發的一個 建築物之一 他們不確定說 會不會讓我們在遊戲中看到這個畫面 總之呢 這就是一個草稿 大家算是這樣子 最後這邊有寫到說 幸存者們 我們希望以最棒的方式來度過這個 這個夏天 這個夏季的週末 iOS用戶呢 恭喜你們被忍弱了 你們將在2到3D後才會進行更新 所以你們盡情使用3倍輸出吧 再用也沒多久了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好啦他這邊說感謝 你的支持 總之我們iOS就變 很慢了 改bug改很快 可是如果要 更新就很慢 這沒辦法 這就是他們現在 遊戲的設定 因為他們要審核什麼鬼的 這個我就 不太了解 因為 我上次有講嘛 其他遊戲都可以在 同一時間更新 就只有這款遊戲不行 對不對 不是很奇怪嗎 好啦總之他會說在下一篇文章 提到未來的更新 講解完畢 我們再來就要講下一個環節囉 好現在看到這個畫面是國外一個實況主的 影片內容 下面會留下 這個實況主的影片來源跟他的YouTube 所以大家可以點進去看他的東西 像我會看他的東西是因為他的東西比較簡單一點 好總之現在你會看到輸入密碼的畫面就是 進地堡第一件事要先輸入密碼 輸入密碼後呢 就可以到地堡的一樓 這個已經是一樓了 對是新建的這個地圖就長這樣子 然後你會看到說現在變格子很花俏耶 超科技化的 再來下一張呢 就是進來後會看到大廳有一個 服務人員 然後你就把他做掉吧 這邊是輸送袋的畫面 輸送袋畫面就是剛剛有講到的 這是綠色的箱子 然後他這邊有 有小圖片你看 綠色箱可能會拿到這些東西吧 有沒有這個圖片 我現在發現 所以呢 綠色箱子拿到的是一些 新手區的物品嗎 鋁線啊 然後 食物啊 補血物都在這個 綠色箱子 然後地堡現在還可以拿到 就是可以拿到槍擊跟鋁線 隨機拿到 綠色票券長這樣 要20個 橘色票券 25 紅色票券30 總之呢 有沒有看到這種圖片嗎 這個圖片就是看到 橘色票券有機會開到軍裝 AK47手槍吧 這邊都有一個小畫面 這邊是紅色票券會拿到可能就是 改裝後的AK47 防毒面具啊 然後防毒面具現在 地堡的三樓 二樓改成三樓了 三樓現在已經開不到防毒面具了 所以可能要拿這個交換箱 然後這個兌換箱以後你才拿到防毒面具 才進去裡面開東西 更麻煩了 所以呢 新手玩家 如果你要打地堡 我覺得變難了 因為你們要把所有箱是殺光啊 超難的 你頂多是偷開箱子 可是開完箱子以後你要蒐集很多次 你才能夠拿這些東西 對 這就是新手玩家比較麻煩的地方 中階跟高階玩家呢 你要準備武器 把這些江群全部殺光 基本上你已經不能像以前一樣偷箱子 引怪了 官方都知道了 他們就覺得說好啊 我就要讓你們 把江群全部殺光才能拿到票券 拿到票券可能才換 換好的箱子 然後 如果你今天開這次桶有可能拿到就是 你看 一堆垃圾 然後還有一個票券 這就是兌換索的樣子啊 你要看到這有三個箱子 這邊是進不去的喔 這邊目前設定是進不去的 所以有些像這個門也進不去 大致上來講 你就只能走到這邊而已 不然我就進裡面偷箱子就好了 對不對 末日的人還在那邊顧這個箱子 很奇怪 這機器還在顧這個箱子 就直接衝進去了 房裡面沒有機槍 這就是電梯了 電梯畫面有 玩家說他找不到電梯在哪裡 電梯在最後面 在紅色的這個機器的右邊 有一台電梯 電梯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 直接到其他樓層 然後如果你今天的手機版本 沒辦法進去樓層 有可能是你的手機型號 不符合他現在的版本需求 簡單來講就是你的手機不支援 他不支援你的手機 手機可能軟體跟硬體不夠強 他不讓你進去 其他樓層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好這就是一樓的那個 原本這邊是電網 電網拿掉了 這邊的箱子拿掉了 所以呢 現在 iOS用戶們 趕快去打地保 因為 你現在還可以直接拿到箱子裡面的 火神機槍或其他武器 可是Android玩家比較可惜的是 已經被改掉了 你就只能透過銳換券 兌換券去 交換箱子去拿武器 現在來講 這個版本就改成這樣子 好 今天呢 就講解完這個所有東西了 所以我看一下有什麼資料跟大家說 大致上來講 有些玩家他們帶很多武器 才能把散彈槍 N16 然後AK47 小槍 近戰的錘子 鐵錶之類的東西 還有刀子 還有穿軍 軍用衣或軍衣 還有四組食物左右 才把三個 就是這三層樓 所有東西清光光 這個提供給大家參考 為了我會出攻略 有沒有辦法用最少的資源 去 拿到所有票券 現在 不用再收集 那個 電梯維修的材料 因為現在這個材料已經改掉了 所以用不到了 然後最後我要跟大家說 這個版本 鄰居家 左上角的鄰居家 已經洗白了 可以重新去收集物件 原因呢 在上一集 上一集我也有告訴大家 為什麼那個地方會洗白 很奇怪的是 上面跟右邊都沒有洗白 就左上角的鄰居家洗白 這個很大的原因 如果想看到原因的話 請看 上一集 然後我這邊有快速的那個講解 讓大家了解 官方到底在搞什麼鬼 就是讓我們可以知道說 公方怎麼知道 要改什麼東西 其實呢 他們希望可以 在公司中 收取到非常多的情報 去調整他們遊戲的內容 好 但事實上來講呢 我個人覺得這個改版 有好有壞 好處是說 你可以慢慢收集票券 壞處是呢 你必須 要花很多時間 去把所有醬汁幹掉 然後要花很多的槍子 可能就是你要打好幾次 你有三天的時間 可是變成說 三天 完以後你拿到的東西 可能是 我們平常玩家可能 中間跟高間玩家 一次可以拿到物品 你要花三天 才拿到一次 所以呢 我們的槍枝會 大大減少取得的機會 好今天這一集 1.5.6版本的更新內容 就講到這裡了 好累喔 講超長的 也謝謝大家 今天的收看 之後的遊戲攻略呢 我會在改版後 跟大家分享 也謝謝大家 今天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拜拜